第559集 圣气阁气灵这样打算着 林明却半点不知道 他还站在茫茫平原上 手持大荒血迹进行生死厮杀 就在这时 平原上奔腾的无数赤甲神牛 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 如同潮水一般退走了 而散落在林明周围 数百具赤甲神牛的尸体也消失了 连同地上的血肉一起不见了 林明深吸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第二场考核通过了 接下来会不会有第三场 他正想着 在他面前的土地突然震颤起来 大地裂开 随着轰隆隆的声音 一座巨大的石碑慢慢爬起 这是林明目光一凝 看向这块石碑 石碑有一丈宽 两丈高 五尺厚 石碑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火焰符纹 这些火焰符纹各不相同 从下而上 有一种渐变的趋势 下面的火焰符纹 如同一股股跳动的小火苗一般燃烧着 而到了上面 火焰符纹凝化成各种诡异的纹路 像是藤蔓一样 爬满石碑 再往上 这些纹路凝成了一些抽象的图案 这些图像有些竟像是眼球 有些像是怪物 还有些像是某种上古种族 啊 混沌石刻 林明心中猛的一阵 旋即摇了摇头 他在远古皇城的时候 曾经有幸见到一小块混沌石刻 混沌石刻 是宇宙形成之初 在混沌中天然形成的图腾 是宇宙本源能量在混沌石上留下的纹路 也是直指大到本源的东西 如果能够参透混沌石刻的话 可以雾透宇宙本源能量的运转 甚至可能成为整个神域 对法则领悟最深的人 风味天尊 混沌石刻上的纹路并没有这么精致 反而有些粗糙 那些纹路都是自然能量形成的 有深有浅 不像眼前这块石碑 无比精致而繁杂 如果不出意外 这块石刻 是上古奉族一个顶尖大能刻下来的 而这位大能 很可能就是上古奉族某位族长 林明现在也算清楚了 上古奉族族长的地位有多高 奉仙子在他看来 已经强大的不可揣测了 却只是奉明公的副公主 副公主之上是公主 公主也就是上古奉族的长老 上古奉族七十二公 那么至少有七十二个长老 再往上才是族长 一个族长级人物留下的石刻 而且比远古皇城中的诸多石刻大了二十倍 其价值可想而知啊 果然 这神域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族长级的人物像壮客一块 承载了自己法则领悟的石碑 必然要花费无数苦工 当时的远古皇城 只有三小块 每一块大小不过一尺千方 跟着圣旗歌中珍藏的石碑无法相比啊 看来这一关 要考验我的悟性 随着武者境界的提高 悟性越来越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武者对天道法则的理解 林明正这样想着 忽然身体一振 一股庞大浩瀚的意志 从石碑上散发出来 当头笼罩而下 被笼罩在这股武道意志中 林明顿时感觉精神之海 受到了极大的压迫 而位于精神之海的短腔占领 却因为这股压力 而发出了阵阵兴奋的无银 这是上古凤子组长 遗留在石碑中的意志 林明顿时意识到 这股充满了浩瀚威压的意志 到底是什么 原来如此 这石碑不单单是关于武性的考核 也考验我的武道意志 这股意志 显然是刻下图腾石碑的人留下来的 这等决定人物留下的意志 可存在几十万年 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 能承受这样的意志洗礼 对我占领的成长大有必义 这是我的一个机会啊 林明心中有一丝兴奋 当初在帝者之路 林明承受的最强洗礼 也不过是摩帝的意志 摩帝比上古凤族组长 那相差太多太多了 承受强者意志的压迫 能够进一步发掘自己占领的潜力 修武之人 占领的潜能有诸多因素决定 占领一旦成形 想要提高其潜能很不容易 寥寥几种提升占领的天才地宝 莫不是可遇而不可求 就比如半生雷精 半生雷精是孕育出雷源的神石 然而一个雷源却往往需要几亿 十几亿年的时间才能诞生 这就使得半生雷精 稀有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连神域的一大圣地都难以弄到 如此一来 占领的潜能很难提升 但同时在潜能已经定了的情况下 想要将潜能完全发掘出来 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而借助顶级强者的武道意志 威压魔力自己的占领 就是发掘占领潜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图腾石碑的武道意志 如同风暴一般席卷下来 肆意涌向林明精神之海 在林明精神之海中 漂浮在半空中的枪形战灵 直接承受了这股威压的洗礼 林明全身沐浴在这股威压中 仿佛就是像畅游在能量的海洋中一样 非常舒服 盛起个电灵眼睛一亮 有些惊异的望着林明 之前这个青年的攻击中 我便能感觉到他的意志和战灵十分强大 所以第三次修炼 我直接给他灌注了更超古灵的威压 没想到他依然能够如此轻松的承受下来 这道灰色的战灵真是特殊 因为那层雾蒙蒙的灰光 我甚至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他战灵的品级 只是感觉应该是白银以上 现在看来应该是白银大城巅峰 差一丝白银圆满 五重命运 白银大城巅峰的战灵 了不得呀 虽然神域天才 卧护藏龙 但能在五重命运达到白银大城战灵的 我还是首次听说 而且最难得 他的战灵还带了一份特殊属性 这使得战灵的威力更超一般白银圆满战灵 如果他将来达到黄金战灵 战灵直接影响世界 那么他的战斗力又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圣气阁气灵脑海中迅速闪过这些念头 心中倒是越来越期待林明的成长了 这小子倒是挺会享受啊 我圣气阁的考核 怎么会让你如此享受 轻松过关 传出去 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圣气阁气灵 本身相当于神军静的高手 而且执掌圣气阁这么多年 是凤鸣宫老古董级别的存在 心中当然高傲 被林明这么一击 他这傲气也起来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多久 圣气阁气灵不怀好意的一笑 倾泻在林明身上的意志压力逐渐增加 从一开始 三十五岁古灵的水准 到后边 五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意志威压迅速增加 而且这古风一族组长流线的图腾石碑 不单单由意志威压 还有一股火系大道法则的气息 包含了这位上古大能对火系法则的理解 好强啊 在枪行占领周围那灰蒙蒙的雾气被威压锁逼 就是缓缓的被压到枪身周围不足一寸的地方 林明 感受到了压力 强大无匹的压力 让他承受起来极为吃力 一股股黑色的能量 激荡在林明精神之海中 仿佛要撕撕一切 这第三轮考核这么难 还是故意针对我 压榨我的潜力 林明对自己的武道意志 有百分之一百二的自信 别的地方也许不算顶尖 但光论意志 他相信即便在神域也很难有人与自己比肩 可现在他却有些到极限了 自己都这样 那上古凤族的弟子 有人能过关吗 在林明的精神之海中 原本漂浮在枪行占领周围的一股股雾气 在巨大的压力下 竟被硬生生压进长枪里 哼 我倒要看看 你能坚持到哪一步 圣启阁气灵心中的傲气被激起来了 其实他早已经判定林明通过考核了 他是想要释出林明的极限 让他支撑不住 一百岁古灵 圣启阁气灵轻贺一声 不再压制图腾石碑的意志气息 令其肆意释放出来 这图腾石碑 是上古凤族第26任族长 萧道吉留下的极道石碑 本身是成套的 总共七七四十九道 为大眼之术 圣启阁中存放的这石碑 只是其中一道 用来镇压9999件圣启组成的大镇 作为镇眼 当年萧道吉 即便排在上古凤族历任族长中 也是无比惊艳的人物 他本来想炼制9981道石碑 可惜最后只炼制了49道 却遭遇大劫 身死盗宵 这49道石碑 每一道都蕴含了 萧道吉的一缕意念 虽然相对于萧道吉本人的意念来说 微不足道 可却绝不是普通弟子能够抗衡的 进入圣启阁的限制 就是一百岁古灵 提升到这一步 所有属于萧道吉的意念 都肆意的释放到林明身上 而林明精神之海中 枪行占领周围的雾气 全部被这恐怖的意念 压缩到占领中 凝为一体 卡 卡 那一刻 林明的枪行占领上 竟然产生了一丝轻微的裂纹 嗯 圣气阁气灵心中猛的意惊 来不及反映一股无法形容的气息 从占领表面那些裂纹中流溢出来 这股气息浩大 苍茫 凶魂 让圣气阁气灵都猛的意惊 明明林明的实力对他来说 微不足道 可这股气息 却让他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这种敬畏 仿佛是明刻在记忆深处 代代相传下来的一般 鸿蒙之气 圣气阁气灵心中猛的意惊 传说中 神域有鸿蒙灵气 乃天地形成之初 孕育在鸿蒙中自然形成的天道质宝 与这个宇宙的年龄同样久远 那是更超灵气的存在 而这鸿蒙之气 也被誉为是天道质宝的标志 很多人传闻 天道质宝不能人为炼制 哪怕天尊也不行 可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一般的灵气能够吸收一些鸿蒙之气的话 那么对灵气本身有极大的好处 鸿蒙之气是让所有灵气同时感到敬畏和疯狂的东西 这个青年身上难道有鸿蒙之气 圣几哥气灵这一惊可非同小可 他猛地分出一道神念笼罩在林明身上 然而片刻后他摇了摇头 那并非鸿蒙之气 只是一些带了近似于鸿蒙性质的气息 勉强可以被称之为鸿蒙之气的雏形 果然不可能有这种事 圣几哥气灵摇了摇头 鸿蒙之气自宇宙形成阴阳两分五行分化之后 就已经消失了 就算它还有一些存在于宇宙间的某些秘境中 也不是林明能够炼化的 一缕鸿蒙之气可以压碎星辰 别说是林明 就连神君也没有炼化他的本事 不过 虽然这青年身上只是鸿蒙之气雏形 也已经非常了得 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 日后他如果真能成为圣主 戒主天尊 真有可能在自己的世界中 演化出鸿蒙之气 圣几哥气灵正想着 突然看到林明的枪形战灵 爆发出绚烂的光芒 下一刻这枚战灵脱胎换骨 虽然依旧是银灰色的主体 但分明染上了一丝淡淡的金色 哦 白银战灵圆满 圣几哥气灵眼睛猛的一亮 这个状态已经十分接近黄金战灵了 没想到自己对林明的一场考验 竟让他突破了战灵的境界 战灵携带鸿蒙气息 又在压力下达到白银圆满 距离黄金战灵一步之遥 了不得呀 真是了不得 潜力无限啊 不过 他的悟性相比意志就一般了 蕴含在图腾石碑中的大道碎片 他领悟的并不多 也许是我过分催动石碑中的能量 超过他古灵太多的原因 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啊 没有哪个天才能样样完美 面面俱到 在一方面做到极致就已经十分不得了 他算是完美通过了这场试炼 真难以相信 他竟是下界非圣者 不知道他有多少机缘 有多少奇遇 圣几格气灵这样想着 却突然戛然而止 目光凝滞 思维停止了运转 他呆呆看着林明 不久就瞠目结舌起来 刚才 当他想要终止试炼 让极到石碑收回气息的时候 却发现那气息回流那一刻 却有大量的大道法则碎片 被林明的身体吸收了 那些大道碎片就像是泥牛入海 统统消失不见了 大道碎片法则 被惊吞牛引一般吸收了 圣几格气灵无法想象 这怎么一回事啊 他却看不到 在林明体内 邪神右眼正闪烁着赤红的光芒 萧道集留下的大量碎片 都是关于活系法则的 正符合邪神右眼的属性 林明感觉 萧富丹田中明显灼热起来 邪神右眼肆意吞噬 萧道集留下的大道碎片 这些碎片 每一枚都蕴含了萧道集对活系大道的理解 让林明来参悟的话 当然十分艰难 可对邪神右眼不存在这问题 一枚枚碎片 随着汹涌的能量流 被邪神右眼吸进去 而后如同一道道印章 硬刻在邪神右眼上 众多的大道法则碎片 竟是在邪神右眼之上明刻成一枚枚符文 而后这些符文不断蠕动 隐隐又汇聚在一起 一枚新的牙包 从邪神右眼顶端缓缓隆起 越鼓越高 而后一枚又嫩的叶子 艰难而缓慢的展开了 到现在为止 邪神右眼已经具有五片叶子了 三枚雷系 两枚火系 这五枚叶子 每枚都有自己的特点 颜色形态完全不同 第一枚火焰叶子是赤红如火的心形 第二枚雷霆叶子呈现金色 叶子狭长凌厉 壮如飞剑 第三枚叶子也是雷霆叶子呈现紫色 形状很古怪 像一尊小鼎 中间闻刻了一只小狮子 是邪神右眼吞噬了紫石雷远长出来的 第四枚叶子则是林明进入神域的时候 吸收天法之力形成的 同样呈现赤金色 形状像是一柄重剑 这最新一枚叶子 样子也非常古怪 四四方方 犹如一方玉玺一般 叶子呈现赤金色 叶脉形成无数玄妙的纹理 这些纹理正体现出了 萧道吉所领悟出的火系大道法则 短短时期 林明竟把极道石碑中蕴含的 大道法则碎片吞了一半 这些碎片 其实是萧道吉留下的法则核心种子 配合极道石碑慢慢演化出来的 被吞噬了还可以再生 但这么多年的积累 一下让林明吸收一半 圣起格气灵还是感到非常肉疼的 而且他想不明白 这些大道法则碎片极为深奥 想要炼花一枚都得花费不少时间 怎么可能被如此轻易的吸收掉 这小子身上一定有秘密 仅靠悟性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圣起格气灵见识非凡 哪怕他看不出邪神有言的存在 也能大致推测出一些东西 这个青年有封地之命 他的潜力天赋都极为处众 很多奉明公的天才进入我的考核中 一场考核灰头土脸 可此此不但完美通过 还能获得巨大好处 这种人力量达到极致 就有转危为安的能力 把能让一般天才陨落的劫难 专化成机遇 这就是所谓的地者气运 不是他们运气好 是他们骨子里有足够的信心 也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化险为夷 这是他们的机缘 圣起格气灵这样感慨着 一张巨大的面孔浮现在天地间 而那极道石碑 也轰隆隆地陷入地下 彻底消失 年轻人 恭喜你通过考核 凤血枪是你的了 而且我会将老公主 留下的一丝法则之力 融入到凤血枪中 让她获得一份 紧急通天盛气的可能 谢前辈 林明心中大喜 我只是按规定办事而已 年轻人 你这一趟大有收获呀 不但得到了老公主 留下的一丝法则之力 还有最近两万年来 集到石碑积累的 火系大道法则碎片 也被你吸收了一半啊 嗯 盛气阁气灵说的这脸庞抽了一下 显然十分肉疼 承蒙前辈照顾 林明微笑着说道 哼 口上哗哗 说的好听 盛气阁气灵笑骂着说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 吸收大道法则碎片 不过你这是取巧 只有自己领悟的东西才是最扎实的 你要注重物性的提高 武道之路走到后面 物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过你法体双凶 八门盾甲开启了开门 倒是可以开发脑域 提升一些悟性 这算是八门盾甲中最有用的一个门了 谢前辈教诲 林明恭敬的说道 八门盾甲到了神军境后 发挥的作用就有些小了 那时候需要开启道宫九星才行 而悟性却不然 悟性永远有用啊 嗯 奉血将给你 我期待你的成长 圣几格气铃苍茫的声音 回荡在天地间